幫他打個幾分呢 大家就問到韓國瑜說 給自己打幾分 好 這個部分 他沒有直接來做回應了 他說謝謝大家 不過呢 看到這個是 國民黨團的先生總統 復婚期大讚 韓院長第一次主持 朝委協商非常的圓滿 好 現在呢 他就說 不只把過去的傳言 紛紛擾擾都釐清 而且也訂定了 二月二十號開議 那麼這是 立民來最早開議的一次 他覺得韓國瑜協調 非常的圓滿 所以要給他打一百分 那麼同學今天也可以看到了 好 在上任之後 首張的院長春聯也出爐了 特別提上了 農要集慶四個字 來祝福大家 祝賀大家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來到這個立法院 大家都非常關注 韓國瑜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好 如何來這個挑起 那麼他就也再次 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的幽默 所以他就說 當選來很多電話關切 像是走路要靠邊 要帶手帕衛生紙 好像這個韓國瑜 都不是韓國瑜了 那麼如果說當院長 過一個院之後 照了鏡子 好像老太監一樣 他認為說這個不是他要的 所以他告訴大家 韓國瑜還是韓國瑜 特別在臉書上也發文了 說之後呢 要跟大家一起來打拼 那麼大家也期待 後續都能夠相互的來合作 迎接挑戰 我們先來請問雞大使 我想這個昨天真的 這個韓國瑜主持這個協商處女秀 真的是100分的 這不太容易的 因為好幾個事情 都是這個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 比如說昨天講這個民眾黨就講說 這個廢票處理有問題啊 他說那柯建民他怎麼可以做決定 他是主持會議 那有監票人的 監票人2比1啊 那東西怎麼解決啊 這立刻就是一個議事歸程的一個考驗 那韓國瑜真的他立刻就怎麼樣 他做了他做主席來講的話 他就交給他的這個立法院的秘書長 這位議事專家 回答的真的是100分 沒有做當場傳解 不過他提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他說你這個好 可以把這個案子提出書面的要求 有關議事記錄可以提出要求 然後呢 再由交友院會來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撕兩波千金啊 另外有關這個議事的開議的日程 事實上就是哪一天開議 事實上各黨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最後呢 非常非常這個平和的 和諧的把這個事情啊 就取得了一個結論 所以真的是說真的第一次出事提升啊 可以說是讓人感覺到 是有功利 功利不凡 你要知道其實很多時候主持會議啊 那個才是要真正的功利 有些一個好好的會啊 那個主持人啊 本身不進入狀況或者裁決錯誤 或者說干預的啊 不符合一般的這個議事規程的時候 或月前 或者是讓自己全力睡覺 那這個會議議事就就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想這個第一次的韓國瑜 我也看了 我仔細看了 基本上 嗯 真的是好 真的照這個 復昆期給100分 我覺得大概 即使不會有100分99分 一定夠了 一定到了 那不過就是這是 顯示出啊 我覺得就就是 呃 韓國瑜的顯示出來 就是說啊 他是權力隱赴 然後呢 能夠升任這個工作 然後資人善任 選了一個非常議事專家 作為他的秘書長 對 那我覺得今後這個立法院 你不能夠期盼 他是好 基本上 大家都是平平和和的 尤其啊 這個民進黨擅長在 這個這個 這個議事機構 用少數 以暴力的方式 來杯葛議事 或者好 脅迫其他的這些 這些國會議員 這是民進黨最擅長的 我想現在這個 昨天柯建民啊 事實上他可能就是說 還在觀察階段 嗯 那他只跟這個 民眾黨的 有所口角 柯建民事實上的話 基本上 沒有抱持任何的怎麼樣 一個什麼 妥協 他也不希望立法院 變成一團和氣 他把它當作一個戰鬥場 競技場 所以我們覺得還是啊 就是說立法院未來還是看起來 還是台灣政治鬥爭 最主要的一個場域 那不過看起來現在 這個好 現在這個在野黨啊 第一個人數上多 第二個啊 這個領導 這個領導 現在這兩位領導啊 看起來也是夠強 不會輕易被別人欺負 起碼不應輕易被別人欺負 這一點就很不簡單了 如果佔的多數還被人家欺負的話 那就是扣分啊 要扣兩次 所以未來的話 我覺得我們希望台灣的政壇的重心 是立法院而不是行政部門 因為這個行政部門 基本上還是同一批人在做啊 你對他能夠有什麼期盼呢 他只要不要貪污舞弊 不要怎麼樣 不要這個欺負別人 不要把台灣的民主啊 往開倒車就不錯了 所以今天要維護台灣這個啊 整個的憲政體制 維護這個政治的風氣 讓這個啊 公理正義在台灣的社會 尤其的政治的機構裡面啊 得到得以啊伸張的話 我們就靠著立法院 嗯 昨天表現真的不錯 所以我們給予高分啊 事實上 接下來啊 我想啊 我昨天看了一下 這個韓國瑜表現啊 事實上感覺是全力以赴 是 全力以赴 那麼客氣話都講了 可是在出手的時候啊 那基本上是完全怎麼樣 公事公辦 是 這點不容易 那希望那個再接再立啊 交出好成績灘了 是好 所以介大使是給高度的肯定 那麼同時來看到呢 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韓國瑜呢 這個院長春聯出爐了 那麼現在大家說這個很難搶喔 好那當然再回來再來看到 在韓國瑜的部分 現在民進黨對他呢 當然是大家都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巨韓症 已經來到了末期 不斷地想要抹黑他 那至於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也拜會了 韓國院長以及副院長江啟成 那麼是韓江沛上任之後的 首位公開訪客 大家也問問了這個朱主席說 會不會擔心啊 被韓國瑜的光芒給蓋了過去 國民黨出現了雙太陽呢 但是這個部分你可以看到 他怎麼回答的 他說黨內有更多的引擎發動 不是更好嗎 同時在這個雙方會面之後 在臉書上也發文了 表示說在54位的立委 都會成為各縣市首長最強的後盾 絕對不會再讓黨籍的縣長受委屈 同時也表示之後 好也會呢 來這個早時間 讓韓院長跟所有的縣市長 都來團聚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團聚的部分呢 在國民黨中央的黨部尾牙 那麼辦了尾牙參會連續七年 雖然發不出獎金 但是朱一倫呢 還是自掏腰包 辦了外匯的料理啦 讓大家辛苦一整年菜色很豐富 同時呢 在朱一倫韓國瑜還有江啟成 也邀請了大家上台勾勾 我們都是一家人 那國民黨現在是雙引擎雙太陽嗎 我們請教杰大師 如果雙引擎雙太陽的話 就麻煩了 一個黨基本上還是一個太陽就夠了 不要那麼多太陽 那多幾個羽情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覺得基本上 立法院跟這個黨中央 應該就是用分工的方式啦 那這個黨中央要把黨務搞好 黨務現在比較需要是什麼 健全基層 然後吸收新的黨員進來 然後讓年輕的黨員 能夠在黨務工作裡面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後呢 我以前一直常說 這個國民黨事實上 論人才 論這個歷史 論政績來講 在臺灣無黨出其右啊 怎麼會幾次重大選舉都敗選呢 那基本上就是內部分裂嘛 內部分裂的原因就是黨內部民主 你的程序的所有產生這種人選的程序正當性不足 所以你用什麼徵招 你用什麼什麼內部協商 你就是密室協調 一弄的話就怎麼樣 沒有人服氣 最後搞成怎麼樣 搞成就是說自己黨內互打 所以這個教訓我覺得已經不是說深不深刻了 已經就是說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 所以我覺得現在黨基本上要把這個所謂的初選制度的權威跟它的規則 要好好把它建立起來 以好好的迎接下一次的選舉 只要你把初選辦好 能夠公平公正公開 然後符合民主基本的民主原則 不要再搞黑箱作業 不要再搞少數人的操縱整個提名作業的話 國民黨一定可以走出來的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就是說立法院應該是國民黨最重要一個舞台了 尤其進入到現在正式開以後 國民黨最重要的舞台的話 其他所有國民黨資源應該都要把這個舞台上 一起來把他的力量把他集中起來 做一個怎麼樣 做一個資源者的角色 讓這個立法院可以怎麼樣 在國民黨的強力的主導之下 能夠真正為台灣這個社會心力除弊 能夠真正制衡一個無法無天 一個既黑金魚一身 然後開台灣民主倒車的這個民進黨的行政部門 讓他怎麼樣付出代價 不敢再繼續亂來 而且這些亂來的人都身之以法 我想這就夠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國民黨應該基本上就是要分工了 現在不要再誰要聽誰誰要做什麼 各自有各自的角色把角色做好就可以了 然後相互資源 然後我們這個其他縣市長的在執政的 那基本上 應該如果說已經要認滿了 我覺得應該要先做下一步的規劃 這個基本上要透過黨的機制 能夠更上一層樓的 能夠扮演更重要角色的 要做好規劃 然後接班的各個地方的 這個下一輪的要去參加競選的 這些執政將來要執政的這些優秀的黨員 現在就要規劃好了 盡早規劃 然後最後用初選機制來決定 那這個黨我覺得上軌道了 然後我覺得 這個國民黨的文化也要改一下 這些這些好論資牌背了 然後這一些好這裡面這些好 重人治不重法治 這些問題都應該要解決 然後黨工是非常辛苦的 黨工非常辛苦 然後這個長時間都沒有得到 應該有的他們應該報酬 應該用優先來解決黨工的這些部分 那上面的比較佔的高位的 把資源讓出來 不要再做黑頭轎車了 不要再這個 公款花起來花得很過癮 應該把這些有限的資源 分給基層的黨工 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是這裏可頂的 帥派的 一定的 在這裏可頂的 哪個 最上來的 這裏可頂的 的 對 可以 等 過